这名江姓机车骑士在经过了医院长达六个小时左右的插管急救之后 还是在稍早宣告不治了 而他才新婚不久 家属当然听到这样的死讯是伤痛万分的 不过刚刚新闻也提到了 他是先撞到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飞了出去 才被后来经过的小货车给撵过而死亡 那么这样的情况到底谁该负责任呢 那么责任如何归属 交通法规又是如何来规定 继续来看我们的报道 汽车驾驶人在路边停车后 没有注意后方来车就贸然的开车门下车 这样子的状况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你下车的时候应该要看一下 后面有没有车子经过吧 感觉是很危险啊 我们这种骑摩托车的时候车子要小心啊 因为毕竟车子我们就是漏包铁 人家车子是铁包漏吧 台湾道路机车密度堪称亚洲第一 骑士和汽车真道已经是家常便饭 平时还得慎防汽车驾驶乱开门 事实上不止驾驶自己开门产生危险 日前在台北东区就发生计程车乘客下车 开车门撞伤后方机车骑士的意外 驾驶人让乘客下车 只是没有紧靠路边所留下的空间 足以让一辆机车可以通过 这样子的状况照样容易发生意外 除了记得紧靠路边外 计程车驾驶还有义务要提醒乘客 注意来车 小心看后面乱车再开门 开门意外时有所闻 只要一个不注意往往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 驾驶人千万不能轻忽